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主 我们又回到开路者修堂来 我们上一堂讲到 基督徒生命的基本的原理 我们这一堂要讲到 基督徒丰盛的生命 也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跟侍奉 我们一步一步来讲 我们特别感谢上帝 基督徒的生命有建造 建造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在灵性的追求里面 我们要先看到生命的丰盛 丰盛的意义呢 最简单的形容 一棵树栽在漆水旁 它一直丰盛 不过 要长满骨子 而这个骨子是设的 是栽的 所以设栽 有肉可吃 有种子可种 可以原去性的 其实呢 丰盛有两方面的意思 从基督徒来说 所谓丰盛是没有缺乏 所需要的 都做即时的供应 足够的 并且即时的 也就是在神的形象里面呢 我们有神的形象 也有神的样式 也就是说 我们有所创意 有所创新 也有所创作 这是属灵生命的一个表现 创新跟创作 在积极的方面呢 不但没有缺乏 而且真正的满足 是真正的充实 健壮 而且呢 有真正的自由 做王 没有什么东西下之 还有一个 能有生产 能有传承 在丰盛的体现里面呢 圣经用一个很简单的 十句 却是很难解释的 就是 显出上帝的荣耀 或者上帝荣耀的彰显 上帝荣耀是上帝的创造 让人看见他的荣耀 丰盛的体现 就是由主在掌权 就是联以援手基督 让一个人可以持守所有的 持定所有的 站立得稳 也在主的手中得主的保守 但更进一步的 反思掌尽 是丰丰富富的 丰丰盛盛盛的 是充充足足的 多皆 善果 也就是 圣经里面常说的 荣神一人 这一方面呢 刚才说荣耀的讲 很难解释 什么叫做上帝的荣耀 什么叫做荣耀上帝 希伯来文荣耀这个词 它有几方面的意思 第一方面的意思是重的意思 稳重的重 尊重的重 尊贵的尊重 这个尊 荣耀是可以给人看见的 讲得简单一点 从哲学上来说 叫做 这就是那个应该有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我常说的 知识里面说的所事 它应该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你看到一朵花的时候 哎呀这一朵花 那你看呢 这个花呢不像花 长得不健全 你拼一个一个去挑 挑到最后 哎呀这个就是花 那这个就是花的荣耀 人在敬拜上帝 很可怜 找来找去 他换来换去 他知道这个不能瞒住他 那个不能瞒住他 这个不够完全 这个不够好 直到他找到上帝的时候 其实不是他找上帝 上帝找到他的时候 这就是真神 耶稣被钉石架的时候 很多事情发生 在那个时候 一个罗马的百夫长 他是被派去那边镇压 在这么多人的地方 不论是看热闹 不论是报复 或者是惊奇 混乱的时候 他在那边 他听到了 十字架上 所说的话语 他看到 十字架的景象 天黑了 就在那个时候 雷电在倒 他看的时候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 当耶稣断气的时候 他说 这真是上帝的儿子 英文叫 This is it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就是神的荣耀 你真正的认识上帝 你就是看见神的荣耀 你不能抗拒的 反复的说 这就是他 这就是上帝 我们特别感谢上帝 基督的生命 有这种的经历 这个经历接下去呢 跟这个百夫长一样 后来他信了主 历史的记载 传说 讲到他后来 真正的信了主 他后来就 神的基督徒跟随耶稣 就有这个生命 的丰盛做前提 就必然有生命的侍奉 我们现在讲 基督徒生命的侍奉 生命与侍奉 有直接的关系 有生命一定要有侍奉 没有侍奉的生命呢 是空虚的 空洞的 生命因着侍奉 得出体现 得出充实 有生命的侍奉 是真正的侍奉的生命 或者 生命与侍奉正式的关系 是这么的明显 为这个缘故 基督徒一定要有侍奉 得出了主的爱 就把主的爱 跟别人分享 你得出了主爱 你心中的满足 必然的显明出来 有为这个缘故 没有侍奉 就是没有生命 能有侍奉 一定是生命的表现 其实呢 没有生命 侍奉就成了一个侍奉 你做了会累 会烦 你掏空了 你不要休息 但不但不要休息 掏空的结果就崩溃 当成了侍奉空的时候 成了侍奉空的时候 侍奉成了侍奉空 规律性的 你会很空息 有时候自己以为可笑 但你要装笑 比笑弱不笑 到最后呢 自己都觉得好笑 我干嘛呢 我做一个 怎么干呢 我这个这么有修恩的人 就读了这么多书 我做了这么多事 仅来来侍奉上帝 很没有意义 因为你没有生命 很简单的 从自然的原理里面 我们看到 一朵花如果它有生命的话 它到了时间 它自然会开花 会发出香来 香气来 有人没有人 它自己会开花 会发出香气来 会发飞 它开花 是因为它有花的生命 不是因为给人看 有人来 它就开花 没有人 它休息一下 这个花一定假花 来了 喷气 没有来了 没有人来 没有人看 你就什么都不做 那是做给人看 那是假的 人造的 也是给人看 真正的花呢 就生三野灵 它到了时间 它自己的开花 发出香气来 有没有人 有没有风 有没有跌 它不在乎 它自然有跌回来 给它接种 很奇妙的东西 只有交花 单单给人开的 真的花 真的有生命 它有自己的异程 它是有跌的 它不带人 不等待人 也不侍候人 它是为了主的缘故 做众人的仆人 保罗是这么说 其实呢 事公 跟侍奉 还有一个 叫做侍候 人之旁的一个事 事公是给人看 向人交代 对人的称赞 事奉 是给谁看的 给神看的 是为主而做的 是甘心若意的 而事后 等待的事后 那是更进一步的 而最后 还有一个东西 事奉 是心之旁的一个事 疑神的对视 常站在神的面前 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 诗篇说 我用眼睛引到你 只是你当行的事 瞻扬上帝的荣美的 那一种的 死客 以神的交通 那是真正的生命的 事后 一般来说 我们都把那一种 叫做生命的 事奉 事奉其实包括了 事后 也包括了 新智华那个事 事后 那你主恩待我们 有一种顺服的心 这是基督徒 属灵生命的 一种表现 叫生命的事后 我们用一点时间 来看看 生命事奉的根源 事奉的不是从人来的 是从神之界来的 他捡献一个人 就告诉他说 不是你们捡献 我说我捡献你们 那是要你们去 都借果子 并且叫你们的果子 可以长存 你们叫我求什么 我就给你们 这个事奉的历程 从神领受工作 神猜拳了 你去了 神没有猜拳 你就等待 还是在事奉神 你就好好休息 那也是事后的 一个准备 真正的生命 就是如此 在圣灵的引导下 为神而活 活在神的道中间 他扎根在神的道里面 侍奉根据神的道 忠于神的道 特别的果效 就是让你们的果子 可以长存 那个事后 永远被神纪念 也被神的儿女 被教会所纪念 所借的果子 是生命的果子 为这个缘故 生命一定产生生命 事工 最多是产生事工 不能产生生命 在神学上 我们有一个 很好的句子说 上帝只有儿子 没有孙子 不然这句话说 你作为神的仆人 在属灵的生命里面的操练 不是工作的操练 你是生命的操练 与神接触的 与神交往的 与神接连的操练 结果呢 你会把这个操练 传承下去 让那些人 做神的儿女 不是单单做教会的门徒 叫教徒 不是 在这一种呢 过程的状态的中间 生命就这么延续下去了 所借的果子是生命的果子 生命产生生命 而侍奉了 就产生真的侍奉 不论怎么困难 怎么贫穷 怎么确欠 这种的工作会延续下去 叫永远长存 侍奉神是绝对不会停止的 好像会随着全眼融出来 我们最后要讲这句话 生命侍奉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了 永远上帝 给人看见上帝就是上帝 什么地方看见呢 约翰在年老的时候 说过一句很宝贵的话 他重复说了 他年轻的时候所说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 但是复华里的独身子将他表明出来 当他年老行交旧母的时候 咱们巴摩海岛回来了 还在侍奉神 这个年老的 约翰 重复讲了一句话 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 但他后面好像是忘记了 应该说 因为有上帝的独身子将他表明出来 但现在他并不是这么说 他竟然说 你们若主彼此相爱 上帝就在你们中间 他也没有说错 断付没有 为什么呢 成为神的儿子 你把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你的生命跟生活中间 跟信徒的接连中间表明出来 荣耀上帝是一个工作 是一种侍奉 是一种绝对不能替代的本责 不是因为人的热心 人道而受到影响 师盟神不是为人看的 也不是为教会看的 人的认可 人的抗拒 不在你的计较之下 神的荣耀不会受亏损 受亏损永远是人的荣耀 人的思想 不论你做或者不做 你真正的侍奉 有永远长存的意义 当一个人真正侍奉神的时候 有三件事情特别要注意 他真正是以神同工 以神为中心 所以他是荣耀上帝 第一点是他做神的同工 神愿意把他的工作交付给他 托付给他 他让人来替他工作 但是更重要的 来与他同工 来与他同父一二 做神的同工 与神同工 他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 也在他的侍奉跟工作里面 看得出来 他是为神而做 但更宝贵的一件事情 他做吗 做 但是他在做的过程里面 是真正的一个享受 以神分享他的荣耀 让人看见 这就是上帝儿女的生命 就是这个荣耀 日有日的荣耀 夜有夜的荣耀 你成为神的同工 成为基督 有基督徒的荣耀 让人看见你 跟看见上帝一样的 最后一点我们稍微看一看 生命侍奉中的仲介 原则上的仲介这个字 英文叫做agent 或者是戒眉 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工具 一个是器皿 神的儿女 神的仆人 是上帝 在世纪上运作的一个仲介 借助你 显明他在 借助你工作 他在你的仲介 你奉他的名而做 另外一方面呢 给人看见 你是上帝的器皿 英文叫wessel 在你身上所显出来的 就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惠 上帝的恩赐 这个人的身体 跟灵魂的关系一样的 神体又没有灵魂是死的 灵魂没有身体的话 是显不出来的 在人面前 在神面前 也都是如此的 道成肉身 肉身是具体的 道 是五行的 是抽象的 但却是真的 在世的这一方面呢 给人看见是肉体 而在肉体的 运用跟作用里面呢 那是显出 神的荣耀 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 这个作为 是具体化 圣工或者 上帝工作 具体化的仲介 既然我们做神的仲介 就一定要有侍奉 你说你爱主 却不侍奉 那是假的 不具体的 骗人的 你听到不行道 不去侍奉神 不为神而活 这算确带了一件事情 你怎么可以冒名 成为基督徒呢 所谓基督徒就是小基督 看见儿子 就看见祂的父亲 看见你的侍奉 就看见耶稣基督 在你身上 彰显祂的荣耀 也为这个工作呢 有这个事情 你不工作的话 你不要吃饭 这个保罗对基督徒里面所说的 你一定要有正经的事业 为主工作 是侍奉上帝的具体表现 爱神 要有爱神的表现 人看见你就看见 那位看不见的上帝 感谢上帝 基督徒的生命 也会这一种的侍奉跟表现 当耶稣恩待我们 叫我们在主的面前 欢喜快乐 清楚地知道 我们可以借助到永存的果子 那个果实 是充实的 是永恒的 是真的 也是舍得 这是基督徒 生命的使用 当耶稣恩待我们 开到我们的心 将我们欢喜快乐地 好好的侍奉主 把一些荣耀归给上帝 谢谢大家 这一档我们就讲到此为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